香蕉越成熟及表皮上黑斑越多,它的免疫活性也就越高。 所以从现在开始要吃熟一点的香蕉哟。 因此,专家们研究认为,香蕉具有的免疫激活作用比较温和,在体状态健康时并不会是免疫力异常升高。 但对病,老和抵抗力差的体弱者则很有效果。 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不妨每天吃一到两根香蕉,透过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来预防感染,特别是预防感冒和流感等病毒的侵袭。 山崎教授指出,在黄色表皮上出现黑色斑点的香蕉,其增加白血球的能力要比表皮发青绿的香蕉强八倍。 研究显示,两条香蕉,可以提供足够能量维持90分钟剧烈的运动。 但是,香蕉不单只提供能量,还可以帮我们克服或治疗好多病症和身体状况,所以我们必须把香蕉加进每天的餐单。 1. 抑郁症,换抑郁症的,在吃过香蕉后,感觉好好多。 因为香蕉含氨基酸,会转化成血清醋浸素,令松弛,提升情绪。 2. 贫血,香蕉铁质含量高,能刺激血液内的血色素。 3. 血压高,香蕉含极高量的架,但盐分低,最理想是降血压。 4. 最近,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宣布,允许香蕉夜宣传,香蕉能降低血压高和中风机会。 4. 脑力,在英国Twicken Heart就有200名学生,为了要提升脑力,帮助考试,在学期开始,与早餐,小修和午饭,都吃适量香蕉。 5. 研究显示,含风负甲质的香蕉,能提高学生的专注力,对他们读书有所帮助。 5. 便秘,香蕉的纤维质很高,可帮助回复肠胃正常活动,消除便秘,无需服用倾泻剂。 6. 宿醉,香蕉奶色加蜜糖可以实时解救。 香蕉松弛胃部,蜜糖提升血糖水平,舒缓精神和制作碳水化合物。 7. 心脚痛,香蕉对身体有一种天然的质酸性,有阵痛作用。 8. 早上无精打采,早餐后午饭前,吃少量香蕉可保持血糖水平。 9. 纹丁重咬,用香蕉皮内部轻擦换处,可退肿消炎。 10. 紧张,香蕉的维生素B含量高,可帮助舒缓神经系统。 11. 超重,奥地利心理学学校研究发现,工作压力大,使员工会不断进食巧利克和薯片去舒缓情绪。 研究员对5000名医院的病做研究,发体型肥胖的,通常都是私质压力非常大的工作。 11. 研究总结认为,要避免引起对舒缓情绪食物的预念,就应该约每两小时吃一点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,以降低身体内的血糖水平。 12. 胃溃疡,香蕉是调理肠胃失调的十方,因为香蕉有着柔软的纤维而且柔滑。 12. 对于长期患者来说,香蕉是唯一可以进食的喂煮熟食物,而不会有不良反应。 13. 香蕉还可以中和胃酸和减少疼痛。 13. 体温控制,在不同国家、地区和文化中,都有把香蕉作为一种降温的果物,可以用作降低身,新的热度。 15. 在泰国,孕妇为了使婴儿出生时有较为凉快的环境,临盆时就会吃香蕉。 14. 戒烟,香蕉可以帮助戒烟。 香蕉含维生素B6和B12,也含甲和美,可以复原戒烟者,因为没有了泥骨丁刺激的影响。 15. 压力,香蕉所含的甲,可以调节心跳使至正常化,从而将氧气顺利送到大脑,与其调节身体的水分。 当受到压力紧张时,我们的新陈代谢就会加快,因而使甲的水平一降。甲含量高的香蕉,正好做补充。 16. 中风,据著名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研究指出,长期吃香蕉,中风死亡的机会率大大降低40%。 16. 香蕉的确可以治疗取多疾病。 16. 如果跟苹果比较,香蕉多4倍蛋白质,多2倍碳水化合物,多3倍零值,多5倍维生素A和铁值,多2倍其他维生素和矿物质。 16. 香蕉也含丰富的甲,是最有益的食物。 16. 所以,应该把那句老句子改为,一日一香蕉,医生远离我。 16. 猴子经常都情绪高涨和开心,应该是吃得多香蕉的原因。 16. 还有,想皮鞋洁亮如新。 16. 尝试用香蕉皮的里面,直接擦到皮鞋,然后用干部擦镜,效果利剑。 16. 真神奇的生果。 17. 香蕉缓解眼睛干色避免其过早衰老。 18. 在计算机前工作的常常会觉得眼睛干色或红肿,疼痛,如果每天吃一根香蕉,就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。 18. 这是台湾番薯藤健康网站的一篇文章日前告诉读者的。 18. 文章中指出,香蕉保护眼睛的功能,首先和其中含量丰富的甲有关。 18. 体摄入盐分过多,会导致细胞中存留大量的水分,引起眼睛红肿。 18. 香蕉中的甲可以帮助体排出这些多余的盐分,让身体达到甲纳平衡,缓解眼睛的不适症状。 18. 此外,香蕉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。 18. 当体缺乏这种物质时,眼睛就会变得疼痛,干涩,眼珠无光,湿水少神,多池香蕉不仅可减轻这些症状,还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眼睛疲劳,避免其过躁衰老。 19. 星期质时,眼睛就会变得很高,重量的水分,降低微不仅可减轻。 19. 星期质时,眼睛就会变得很高,重量的水分。 20. 星期质时,眼睛就会变得很高,重量的水分。 20. 星期质时,眼睛就会变得更高,重量的水分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